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,欢迎订阅点赞。 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生气呢? 有什么值得让你陷入愤怒的境地? 人生中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司空见惯的,外表的好坏也只是一层皮。 我们度过几十年人生,生气只会让我们浪费宝贵的时间。 不断感到愤怒的人最终会显得愚蠢,因为他们总是做出愚蠢的事情,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。 以下是五个智慧的建议,希望他们能让你天天开心,笑容长住,从今以后不再生气。 一,不要因为他人的言行而陷入愤怒,因为这样你会落入他们的圈套。 别人的言行以及他们的行为都发生在他们身上,但你为什么要感到愤怒? 这只会让你变成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,让你落入圈套。 学会微笑面对,让别人感到尴尬,将你的愤怒挡在门外。 这种智慧非常容易领会,一笑而过。 二,真正关心你的人并不多,所以为什么要太过在乎别人的看法? 能让你感到愤怒的事情,通常是因为你太在乎这些事情。 但你要明白,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在乎你,其他人都不会那么关心你。 这包括了朋友、同事和邻居。 因此,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,各自安好就好。 三,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,只有不愿思考的人。 生气并不能解决问题,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 不过,如果你停下来冷静思考,就会明白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 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法,有些需要时间,有些需要努力,但生气绝对不会有所帮助。 四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,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不同。 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走你的路呢?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很正常的,你不需要期望他人与你的想法完全一致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经历,不要因为与别人不一样就感到生气。 五,永远不要忘记,生气会伤害你的身体。 有句谚语说,人是气死的。 长期生气会对身体造成伤害,缩短寿命。 因此,要学会放下愤怒,宁愿放眼远方,欣赏美丽的风景。 生活中充满了困难,但放下愤怒会让你更健康。 总之,生气是没有意义的,相反,它会带来负面影响。 学会放下愤怒,追求开心和平静的生活,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